香港白衣人 香港白衣人再度追著 黑衣人暴打 兩人拖著一人從斑馬線上 將黑衣男臉朝下拖到人行道上 旁邊還有另一名白衣人 隨即加入追打行列 三人打一人 黑衣男被壓制在地 拿出手機讓白衣男確認 對啊 毛衣男 在哪一邊 23號晚上10點多 多名白衣人留守良田村 看到一名黑衣男出沒 就對他施以暴力 但等警方獲報趕到 黑衣男卻表示腳上的傷 是自己跌倒 並沒有被人襲擊 黑衣男擔心遭到報復 只好睜眼說瞎話 雖然事後警方主動調查 但暫時無人被捕 元朗歷經白衣人無差別 暴力襲擊 全程恐慌 我不敢告訴人 我是元朗人 我居然不是自己 覺得自己是元朗人而羞恥 憤怒的港民趁著早上通勤時間 在金鐘站發起不合作 運動反抗 金鐘站往灣仔方向的越台 大概在早上8點3左右 就見到一派在場人士 就走向車廂的幕門那裡 是阻礙幕門關閉的 車門無法關閉導致列車延誤 反送中浪潮迟迟得不到 港府誠意回應 抗議未完待虛 三天新聞陳自瑋報道